副主委官好 想请教一下 外送协会有喊话 他们是维持民生饮食的重要劳动者 请问是否能优先纳入施打的对象 第二题想请教说 传出云林县长的家人有插队打疫苗的状况 不过县府有解释说 因为这位是同住家人 符合前三类的对象高接触风险 请问这个会开发吗 另外云林还有没有医护没有打到疫苗 另外想代替一电视提问两题 第一题想请教说 各县市有没有统计上一波疫苗 还没有打完的数量 是不是还有医护在等待打莫德纳疫苗的状况 第二题想请问的是 第七类维持社会运作的必要人员的这个五万人 想请问是哪一些人 谢谢 很多行业 很多职业都有陆续跟指挥中心在反映说 他在这个第一线的执行有风险 所以那个业别非常非常的多 那刚刚有说明我们在疫苗每一批 每一梯的这个从一开始 列出来的各类别都是经过 专家会议去做思考 怎么去让这个台湾的防疫的量能 可以依序把它建构起来 所以这个要先说明 那也会依序 按照我们疫苗的数量来做施打 那另外 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因为云林县张 张县长的家人的这一个部分 上午也有媒体询问 那因为我们在41万剂 5月26号开始播出第一批的时候 我们就有说同住家人暂缓 那也在41万剂的第一批15万剂的时候 双北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二三类 同时来做施打 那这个其他的县市是以医疗人员 来做施打 在第二批25万剂播出去的时候 26万剂播出去的时候 那双北一样是一二三类同时做施打 但是这个其他县市 医疗人员施打完之后 有余裕的时候再播 对于二三类来做施打 那那时候就已经同时说明同住家人暂缓 那这个我们要特别来说一下 那第七类的部分 我们刚刚有说明 会因应这个国家重要的产业 关键的设施 维生的这个产业等等 这个维生所需的这个 所需的机关 来做 来做规划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请国安部 经济部兼交通部 来分别来提出来 说市长就是说这个云林县长的哥哥 这个部分我们好像认为说他不应该打疫苗 在那个阶段的时间 那我们是否会对他开罰 那可能不止一个县市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那如果要开罰的话 我们会依哪一个罰条来做 审处这样子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依照指挥中心所规划的 顺序来做注射跟施打 然后